《肺癌》在香港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在2021年大約有6000個新症是肺癌的病人 佔了大約我們總體的癌症大約去到16% 而發病的時候 80%病人已經超過60歲 肺癌不單是常見 而且是非常佔名的 雖然香港的醫學都已經非常進步 但肺癌的5年存活率仍然少於40% 我們以2022年為計 大約3,800位病人死於肺癌 佔了癌症傷瘍的死亡率大約四分之一 而最大問題是當病人發病的時候 往往已經去到比較後期 差不多去到60%的病人 當他們發病的時候已經到第四期 肺癌的存活率和其期數非常有關係 如果病人不幸已經到第四期 他的5年存活率大約只有5%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進行肺癌清查 早點找到這些病人加以治療 很多研究發覺我們都能夠減少肺癌的死亡率 我想眾所周知吸煙是一個很主要的肺癌因素 當然除了吸煙之外還有一些我們已知的危險因素 譬如你接觸一些致癌物質 譬如石棉 還有一些空氣污染 而另一方面如果他的直系親屬有肺癌也很重要 又或者他本身有已知的呼吸系統疾病 譬如慢了肺癌 另一方面在亞洲我們發覺 很奇怪 在一些非吸煙的女士 都出現了很多肺癌 經過一些研究發覺 原來病人本身的年紀 他有沒有其他癌症 還有一些特別是主食的指數 很可能是一些未好先上的地方 可能有一個存況 未必過通風系統那麼好 而另一方面 肺結核 尤其是一些很早期的病患者 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數 相信跟亞洲肺結核的率 仍然偏高是有關係的 肺癌濕查的計劃 當然希望是一些高危人士 盡早找出一些早期的病患者 加以治療減少肺癌相關的死亡率 而西方國家一般來說 都會建議一些吸煙者 進行分釀西查 我們怎樣去量化吸煙的數目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這位朋友 一吃一包煙 吃了10年 我們就會說是10個匹癌 但如果當位朋友 一吃多一包的時候 當然他的數目就會倍增 而在西方的指引 是指這些病人 如果他已經吸了二十至三十匹癌 他的年齡大約是五十至八十歲 他們就會納入西查的群組 而亞洲方面 由於非吸煙的人士患上肺癌的機會比較大 在2023年 亞洲一班肺癌專家就有以下的建議 例如非吸煙者 他的年齡是五十至七十五歲 如果他的直系親屬有肺癌 他們就會納入這個計劃 傳統上我們前輩曾經嘗試過 用肺癌的X光片 或者拿些痰化驗下有沒有癌細胞 不過經過很多研究 發覺原來這兩個方法 無論單獨或是結合 對肺癌西查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所以現在一般醫學指引 都不建議病人 單單利用肺片 或者痰化驗的研究 去再行肺癌西查 也有人會問 我們可否簡單驗血 驗一些所謂腫瘤子 就能夠篩查或診斷肺癌 可惜這些所謂癌病指標 仍然在一個很早期的發展當中 而每一種腫瘤子的用途和目標 都是不同的 現時醫學界 對這些指標 未有一個很足夠 或者全面的平衡 或者驗證 所以暫時 絕大部分的篩查計劃裡面 都沒有狼缺檢驗這些癌病指標 而現在大部分醫學指引 都建議我們用低劑量的 空安電腦掃描 其實它的流程跟我們標準的電腦掃描一樣 不過它的輻射量 是會少於我們標準平數的 香港電腦掃描一本 所以為之低劑量電腦掃描 它的敏感度是超過95% 而它的特異性 也就是我們英文的Specificity 是接近90% 所以整體上 那個表現相當好 大家要明白 輝癌西查不是一次過事件 因為從以往的研究 輝癌可能在第一次的掃描 或者以後的廚房裡面都會發現 所以如果單單做一次的輝癌西查 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這是一個長期的計劃 而輝癌西查始終利用到電腦掃描 難免有虛假陽性 還有掃描只能夠提供影像 並不能夠完全百分之百肯定 究竟這個陰影是良性或惡性 很多時候病人都會進行一些 入侵性的檢查 譬如一些活檢 而這些入侵性的檢查 有可能引起一些平發症 而另一方面 始終做電腦掃描有一定的輻射量 雖然輝癌西查會帶來很多好處 但如果這位病人 有些很嚴重的聘存疾病 以致這位病人 基本上不能進行根治性的治療 我們未必會考慮 但各位觀眾 如果出現以下的病徵 譬如說 長期咳嗽 痰中帶血 發燒 消瘦 或者重複性的肺炎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就需要盡快求診 因為這可能是輝癌最早的先事 消瘦 消瘦